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特赛尔与多特的合约为4年 年薪1000万欧元 值得一级的是维特赛尔 在天津全界的年薪为180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1.4亿元 能够排在世界主坛顶级行列 如此可见 维特赛尔加盲得奖的决心非常坚定 为此还愿意放弃1.4亿的高薪 另外 天津媒体也透露维特赛尔留队很难 原定8月5日归队的维特赛尔持续归是一个信号 而他的比利时同胞卡拉斯科已经回归大连一帮征战中超 维特赛尔现年29岁 正值其一生雅巅峰期 他在2017年1月加盲天津全界一时 已经明确表示来中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也让天津全界在解约条款中 设置了较低了2000万欧元 为的就是有朝一遇 能够重回欧洲豪文俱乐部圆梦 作为世界级的球星 维特赛尔与大部分的球星一样 拥有一颗夺取欧冠和顶级联赛冠军的心 保利尼奥此前离开广州恒大亦是如此 反观天津全界则会遭受重创 缺少维特赛尔等于缺少了中场控制力 也让天津全界实力大大折扣 目前连茂级队伍和南界也都踢不过了 重组之后的中场将中国独坛新兴张修为独角蛋良 他短时间内很难适应着 各改变 虽然好称中国魔敌 但是毕竟比赛经验和状态 都不足以支撑他控制整个中场 面对虚意决的维特赛尔 天津全界高层和主帅 以及球迷军显得很无奈 张修为则会感到很沮丧 他正处于职业生涯 高速上升的阶段 如果能一直陪伴在维特赛尔身边踢球 他的能力会提升得很快 挫折也会上很多 眼下 天津全界为了减少影响 主教练所在必然会让球队的阵容发生较大变化 一边激活张修为 杨旭等分土球员 在过去的比赛中 杨旭已经被彻底激活 现在只差中场的张修为 怕拖回撤协助张修为 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 天津全界最担心的恐怕还是亚冠赛场 只有三万元能够出场 在亚冠四分之一决赛中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根据最新的状态 恐怕很难在亚冠赛场走远 在中超连赛单线作用勉强能够应付 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天津全界能够摆脱困境 走向正轨 减少为特赛而离对的影响 本文来自老大哥 创业加细授权发布 绿经编辑修改 版权为作者所有 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宫典